看到没有啊 那但是当时选出来的议员呢 大概对于欧洲的各项决策呢 影响力还不大 那对于他里面的一些人员啊 高阶的什么公务员的任用呢 大概什么 发言权也是有限的 一开始是如此 那我们以后会讲 他陆陆续续有在增加 那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呢 1980年 同学看到啊 希腊呢成为第十个会员国 同学看到啊 希腊 其实同学注意看 欧盟前面几个这些会员国 除了这个创始的这几个 因为战后嘛 反正大家德国惨败 其他国家惨胜嘛 对不对 一开始基本上呢 大家什么 比较没有谈什么条件 因为大家反正都是废墟了嘛 对不对啊 那但是陆陆续续 后来要加进去的呢 同学注意看啦 你就不可能还是处于一个废墟的状况了嘛 对不对啊 所以大家也会开始评估一下 你的条件符不符合嘛 对不对啊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那希腊同学注意看啊 希腊那个时间点 他的国民所得比我们台湾低 那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啦 因为到了1970年代末期 欧洲整个这个已经是又站起来了 对不对 大家又会觉得那个地方是富裕先进的地方啦 对不对 那这个希腊呢 那当然同学注意看啊 希腊对于欧洲国家来讲 毕竟是什么 希腊的雅典斯巴达 毕竟是欧洲文化的母源之一嘛 他雅典斯巴达都是他这个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什么 重镇所在嘛 对不对 希腊文化对不对 基本上就是你欧洲文化 希腊罗马呀 什么雅典斯巴达什么这些 对不对 都是欧洲文化的什么 起源的重镇 对于整个欧洲文化的形成呢 都有重大贡献 所以欧洲人呢 对于希腊在文明上呢 他很难什么 跟他完全切割嘛 因为以经济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保持甘讲啊 他的国民所得比我们台湾还低啊 对不对 哎奇怪了 为什么找一个这种会 这种国家让他加入呢 对不对 那他是不是只来拿补贴的啊 还是怎么样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啊 纯就国民所得来讲 比我们台湾低 那但是欧盟当时考量 让他加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呢 这就是同学切割啊 我们台湾在谈对外 甚至对内也一样 我们谈很多问题呢 我们一直忽视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地理因素 同学注意看 希腊国民所得比我们台湾低 那欧盟为什么让他加入 一个很重要的考量点就是什么 他的地理位置 因为同学注意看 我们不是说从古到今 这个什么欧洲人好像 好像跟俄罗斯从第二开始到现在的什么 跟普丁好像始终是什么啊 在一定程度上很难做好朋友啊 对不对 所以欧洲国家是防范什么 第二 苏联到今天的俄罗斯 他都是防范他的 要么大家打起来 要么退而求其次 没有办法打赢对方的时候就要防范了 对不对啊 那希腊的位置呢 刚好可以 同学注意看 不仅是希腊 甚至后来的土耳其都一样 希腊土耳其 同学看到没有 俄罗斯 所以第二 后来的苏联 加上今天的俄罗斯 所以同学注意看 普丁为什么要在前几年 他一定要吃下什么 乌克兰的克里尼亚岛啊 他为什么要吃 非吃下来不可 就是因为什么 透过那个地方 他可以陆陆续续什么 他有个海港啊 对不对 然后再出来什么 可以进到什么 掌控港口 然后进到什么 地中海啊 对不对 再出来啊 对不对 所以俄罗斯这国家呢 他一定要抢港口 然后出来嘛 那对于西欧 或者说今天的东欧加西欧的 这个欧洲联盟呢 他对于 那你土耳其呢 你在第一线先帮我挡一下 如果俄罗斯前面都挡不住 要出来的话呢 你土耳其在第一线帮我挡一下 然后什么 希腊在这边帮我挡一下 因为土耳其注意看啊 对于欧洲国家来讲 地中海就是他们的势力范围 因为地中海下面就是北非啊 不是吗 对不对 非洲老师刚刚之前讲了 非洲的老牌的殖民国家 就是英国和法国嘛 对不对 那当然你说荷兰啊什么也有一些嘛 对不对 比利时也有一些殖民地嘛 对不对啊 那但是英法比较多嘛 但是不管怎么样 非洲大概基本上就是欧洲国家的什么 影响区嘛 对不对 所以隔了一个地中海 所以同学注意看 对于欧洲国家来讲 地中海呢 是我的 非洲呢 也是我的 对不对 所以我不能够让什么 其他的国家的影响力进到这个地方来嘛 对不对 因为同学注意看 那希腊呢 举例来讲 如果土耳其那边挡不住 希腊这边再挡一下嘛 可以使得什么 地中海的这一边 就是什么 希腊帮忙挡一下嘛 对不对 绝对不能让这个对手的什么 船只 不管是商船也好 那军舰就更不用说了 不准他进到地中海里面来嘛 对不对 或者是再往下什么 出印度洋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也就是希腊这个地理位置 使得什么 欧盟接受他了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希腊这个情况啊 所以我们看到没有 希腊也非常理解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啊 欧在危机的时候 我们看德国不是主张 你希腊你先要节省 各项的什么支出都要大量缩减之后 我什么 我才决定要不要救你嘛 对不对 那希腊当时很惨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 希腊当时什么 是不是有提出来 你再不救我 对不对 我就倒向俄罗斯 看到没有 他也知道你让我家进来的原因 就是要帮我 帮你来防堵俄罗斯嘛 所以他也拿这个来威胁欧盟嘛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就是说希腊对于欧盟的重要性在于他的地位置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那接下来我们看西班牙葡萄牙 同学注意看也一样啊 西班牙葡萄牙其实同学看到没有 其实是比英国更早发展起来 英国是工业革命之后才发展起来 对不对 那西班牙葡萄牙之前更有什么 更了不起的什么 碧里大发泄嘛 对不对 西班牙葡萄牙的什么 航海 航海家们敢出海 甚至什么 地球什么 那当然那个时候不晓得自己跑到哪里去了 出海了以后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那最后终于好不容易又回家了嘛 对不对 那但是是更很了不起的什么 航道啊 地理的大发现啊 对不对 不都是西班牙葡萄牙 然后英国什么 站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的这什么 肩膀之上什么 踏出去的什么 工业革命还有什么 海外的什么 发展啊 对不对 所以西班牙葡萄牙也相当的什么 有它的实力在的啊 特别在海事科技方面啊 好 那对于欧盟来讲 同学看了没有 1986年也正式的让西班牙和葡萄牙什么 加入欧盟 那同学注意看 希腊是地中海的这一边 那西班牙葡萄牙是地中海的另外一边 对不对 你西班牙葡萄牙什么 在地中海的另一边 也就是地中海出大西洋 希腊这边是什么 从苏联这边 俄罗斯这边出来 锁住地中海 锁住通什么 印度洋 对不对 所以两边 西班牙葡萄牙 举例来讲 如果希腊都还是挡不住什么 今天的俄罗斯 以前的苏联 对不对 的军事力量进到地中海的话 那最起码好 那西班牙葡萄牙协助 不管是锁死地中海的出口 去大西洋的出口什么 可以在什么 地中海对于它进行最后一次的所谓的 摁中捉跌嘛 对不对 把你的四地床消灭在地中海里面嘛 对不对 所以西班牙葡萄牙对于欧宏来讲 让它加入考量的也是它的地理位置 你帮我锁住什么 控制住地中海和大西洋之间的什么 这个通道 那当然北非你也要能够什么 好好的什么 看住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 欧洲很多包括甚至欧洲皇室都一样 你看他们很多度假的时候 是到北非 所以同学注意啊 不要把北非想得很贫穷落后 因为欧洲国家 它北非 它就地中海下来马上先就是北非西北非嘛 对不对啊 欧洲国家是非常重视这一代的什么 不管你的政府 你的执政党是哪一个党 这些什么各种建设 基本上他们是非常在意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水准大家千万不要想得好像很差 那当然我们台湾都想到非洲大概都觉得很可怜啊 很糟糕 其实同学注意看 非洲这几年已经大概持续几年 它的平均的经济成长大概5% 这样子进行的几年了哦 所以也不能小看非洲 那当然欧洲国家是绝不会小看非洲嘛 因为他们殖民过非洲 所以知道什么 非洲哪里有好的资源嘛 对不对啊 甚至局来讲好了 同学如果去欧洲旅游 可能你们的父母啊 去了比利时以后 可能会想到要买钻石啊 钻戒啊 这些什么啊 装饰品 那同学想看比利时全国上下没有地方产钻石啊 那他的钻石哪里来的啊 那他的前殖民帝刚果这一带啊 这钻石啊 对不对 但是当地的老百姓没有技术挖出来 那更没有技术什么 把那一大块石头一样的钻石什么 雕刻成很漂亮的装饰品 然后卖给大家啊 所以全部都掌控在什么 前殖民母国的手里啊 对不对 所以前殖民母国对于非洲的认知 是比非洲国家什么 还清楚啊 看到没有 所以他不可能松手的 对不对 所以呢 你这个西班牙葡萄牙呢 要帮我守住地中海那一边 往大西洋的出口 那当然同样的 大西洋这边如果要有势力侵入到什么 地中海的话 你西班牙葡萄牙也要什么 帮我能够守住啊 对不对 所以你也不得不让他进来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国民所得 其实也不高 看到没有 甚至什么 同学注意看到没有 欧盟后来东破 西班牙其实是坚决反对的 为什么 因为西班牙这个国家 以前非常鼎盛 在历史上地理大发现嘛 那当然是非常了不起的国家 那后来走下坡 走下坡了以后呢 同学注意看 这就是老师建议大家观察的 老师不敢说全世界了 纯就欧洲大陆里面 你们注意看 大概这个国家发展啊 农业项目还不少的呢 你们注意看 大概都是天主教文化影响区 工业项目比较多的呢 大概就是新教文化影响区 就是我们这边讲的基督教 那西班牙和葡萄牙就是什么 天主教比较多 所以大家局来讲 我们作为一个观光课好了 同学们有没有注意到 你去西班牙 还没去之前 你觉得西班牙什么景 最吸引你啊 或者说你知道 一想到西班牙 你就想到什么活动啊 是很有名的 你可能去西班牙旅游的时候 你一定想去看看 对非常好 豆牛 还有没有 跟农产品有关的 大生年 对番茄嘛 你番茄都什么 到处来砸别人 是不是意味着 产量绝对不少嘛 番茄节 是不是大家拿到番茄到处 打嘛 对不对 那是你不可能只产一颗 番茄的时候 你敢搞这种节 节目嘛 对不对 你一定也是产的很多嘛 对不对 甚至同样也有注意到吧 欧洲或西方国家什么 你吃意大利面 他倒番茄酱嘛 搭配番茄酱嘛 很多菜都搭配番茄酱嘛 对不对 这意味着什么 番茄产量一定不少嘛 对不对 那所以呢 西班牙这个非常有名啊 都搞成一个节日啦 对不对 所以他对于同样是什么 举例来讲 东欧国家以农产品为主的 这些国家想要加入欧盟的时候 他当时也是全力封杀的哦 所以同样注意看 就说西班牙和葡萄牙呢 其实他没有什么特别强势的产业 但是欧盟让他加入呢 就是考量什么 同样注意看 刚好这两个国家锁住什么 地中海的左右出口 看到没有 所以1980 1986 看到没有 就可以看出来欧洲 欧盟是要巩固住什么 我这个什么 这个地方不仅什么 产业 大家做贸易 而且这整个就是我们的势力范围 区域外的国家 你不要想什么 能够进来发挥影响 看到没有 所以同样看到没有 所以同样看到没有 你看到没有 这两个国 这三个国家的对于欧盟的价值 就显现在它的地理位置上面 倒不是什么强势的产业 倒不是什么强势的产业 好 有没有不清楚呢 会有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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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的产业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我们说欧洲 银银银银银 刚开始的时候呢 其实什么 是 丘吉尔就已经点出来 要成立单一国家嘛 那后来陆陆续续 制度的设计也是往这个方向 那刚才讲呢 有设立议会啊 如果你没有要成立一个国家的话 你干嘛搞一个议会嘛 对不对 那现在就变成什么啊 来谈政策面啊 对不对 我们这么多会员国 那每一个国家的政策制定 各吹各的 各吹一把号 那又很难协调啊 对不对 所以呢 大家看到没有 他们在1987年 大家看到没有 通过这个单一法案 那这个单一法案 同学看到没有 就表示什么啊 这么多的领域哦 同学看到没有 大家都要服从欧盟的决定 所以就等于说 欧盟制定的 会员国一体适用 1987年 这个单一法案 举例来讲 科学 在座的学理工的 知道啦 申请什么 你可能跟你老师 参加你老师 什么 申请科技部的研究计划 对不对 那这边呢 就是什么 哦 好 就等于说 你除了可以什么 申请到自己国家科技部的计划 哦 什么 欧盟他在这方面的规定是单一的 所有会员国的规范是一样的 所以你在你国家可以申请的这些局来讲 我们申请科技部的 那局来讲就是我们中华大学 工学院或什么 他们自主的跟老师同学组成一个团队 那欧盟透过这个呢 他就可以 他一个团队里面就可以跨国的成员 因为大家资格都符合欧盟的规定的话 你们就可以跨国的进行合作 好几个大学联合起来什么 很杰出的老师学生 大家一起什么研究一个计划 那欧盟给的资源也多 是你国家给的资源也多 那这样子你的经费各方面 可被期待的成果是不是就多一些嘛 对不对啊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呢 同意看到没有 科学还有什么 研究 能源 工业 还有社会福利环保 那社会福利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同意想想看 如果社会福利标准不一的话 很多人 据来讲 就以刚才我们说 好多大学优秀的老师学生 共组一个团队来做研究 那局来讲到 如果社会福利城市不一样的话 可能什么 社会福利水准高的 他可能不愿意到社会福利比较 城市比较低的地方什么 去教书或者是进行学术交流啊 他不愿意过去啊 因为像他局来讲 在德国他社会福利比较好的教授 他怎么可能愿意到什么 波兰或罗马尼亚那边去教书啊 对不对 我最根本的健保啊 什么各方面什么都变得比较差了 我干嘛过去啊 对不对 所以同意千万不要小看这个社会福利 他往往有的时候让很多人才 他不愿意离开 特别是比较杰出的这些国家 他不愿意什么 往别的地方去协助 因为欧盟他也要整体考量 区域的平衡发展嘛 他也希望人才能够什么平均嘛 不能够说东欧这个地方的人 通通跑到西欧这个地方来啊 对不对 那东欧这个地方通通变成乡下了 那也不好啊 对不对 那但是你光嘴巴说 哎呦你们不要过去 这是没有用的嘛 你一定要有配套的政策 吸引他嘛 对不对 所以就变成说社会福利呢 大家水水里要拉成一致 所以同意看到没有 这就是老师刚刚讲的 同意注意哦 英国脱欧以后 所以同意看到没有 英国首相这几天就讲嘛 我脱欧要做什么事 其实他也搞不清啊 因为当时是摆烂啊 大家乱投公投的结果出来了 而且他自己是主张留在欧盟里面啊 就现在他要出来什么 负责退出欧盟啊 对不对 该怎么弄他也不知道啊 所以现在想到办法第一点就是什么 你跟欧盟什么 先要去报告说你要退出欧盟嘛 那接下来要做的第一件事 各位看到没有 就是这个 一 哎哟 这个什么 1987年这个欧洲单一法案在我英国失效 看到没有 因为这个单一法案在所有的会员国都一样嘛 所以都是什么最高的法规嘛 指引这些相关 后来当然后来也有加其他的政策 大家都要遵守这个法规 对不对啊 那现在变成什么 那你英国脱离欧洲以后什么 你英国自己要想办法制定你自己国家的相关的政策 所以他的确也只能一开始先把1987年这个欧盟的单一法案在英国正式失效 看到没有 那你就要赶快制定出来你自己国家的啊 对不对 那但是同学处一看一个法规要能够形成不是一两天就能做得到的 所以变成什么 你让他失效的同时你又要抄袭他的啊 因为你也不知道哪一个国家也没那个本领一天之内制定出来这么多相关的法规啊 对但是每天都要用啊 对不对 对举例来讲 学校大家是不是理工的同学一定都知道啊 老师们是不是要常常申请研究计划啊 对不对 那要依循相关的法规来申请啊 结果现在变成没法规啦 那怎么能行啊 所以变成什么啊 英国政府现在就很头疼啊 欧盟在我这边不能实现 但是呢 那我被掏空啦 对不对 那所以我又只好又要照抄 然后或者是把欧盟那些相关的有一些 我删掉一些或怎么样 但是没有办法一下全部作废啊 当然名义上一定是马上作废嘛 对不对 那我自己立的呢 没办法一天就立出来啊 所以又只好照抄啊 对不对 所以英国公投脱欧 同意注意看主张脱欧的人 他以为不会过 所以他也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脱欧 什么都没有啊 结果擦枪走火过了以后 同意看到没有 主张脱欧的这些人统统躲起来了 都跑掉啦 不知道该怎么弄啊 因为你当时就是乱吹乱骗的嘛 看到没有啊 啊 所以变成什么 现在就是我脱离欧洲 但是什么 我自己没有东西啊 所以我又只好又抄袭他的啊 对不对 只是把老百姓什么 那几个那几个会吼会叫 特别会作乱的 那几个特别点到的那些东西 看是不是稍微调一下 那实际上还是欧盟的东西啊 对不对 那推向看 那你遵守欧盟的东西 结果你人不在里面 那你的影响力是不是没有啦 你如果在里面的话 欧盟要制定什么 你英国有发言权 有投票权 那你现在你出去以后 你什么都没有 结果你还是要遵守别人的东西 看到没有 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啊 对不对啊 所以1987年这个欧洲单一法案非常重要 那当时一开始 一二三四五六是这六大领域 大家先要通通遵守相关的法规 那以后陆陆续续增加好多啊 对不对 就以同学们来讲好了 这个研究这边 理工同学可能感受的特别多 举例来讲 他这个单一法案啊 通过以后呢 所有欧盟会员国的什么 大家在研究方面依循的法规都是欧盟的 那当然什么 欧盟的什么 资源 你只要遵守他的 他就会拨给你用嘛 对不对 那现在欧盟因应全球化 这个冲准 那欧盟当然也非常 别说好 这环保 环保领域的相关的研究 还有当然还有其他的嘛 对不对 那他现在欧盟什么 他开放给全球 也就是说 局来讲 我们中央大学 理工科的老师们 也可以和欧盟里面 某一所或某几所大学 组成什么团队 来什么 申请欧盟的 那因为我们台湾跟欧盟没有签约 所以我们不能用他们的经费 但是因为你在里面 我们政府给你什么经费 可以用他们的什么 实验室 对不对 所以你还是得力 那如果说欧盟和局来讲 欧盟可能跟美国有签订相关的协定 那欧美的这些科学家组成的团队 是欧洲的经费也可以用 是美国的经费也可以用 那同样可以想想看 那他们研究成果多 也就不意外了吧 对不对 因为他可以夸全球的什么合作啊 对不对 那但是想想看 如果没有这个单一法案 每个国家都搞一点搞一点 大家都搞小计划嘛 对不对 那不可能有什么突破性的 什么重大发现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区隔就看得出来 所以1987年这个法案 单一法案是非常重要的 他把所有的会员国什么 相关领域的政策 还有法规统统统拉成单一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欧盟可以整合他的人力物力什么 在全球竞争嘛 对不对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 别的不说好了 我们以前大家出国要坐飞机 对不对 以前大家所熟知的最有名的就是 美国的波音 对不对 别无选择啦 对不对 那欧盟在他这个单一法案的这个什么 推推动之下什么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以前欧洲国家法国德国自己发展自己研究出来自己的小飞机 对不对 那当然他们这边原创的这个研发也很厉害 那但是经费毕竟每个国家都是有限的嘛 对不对 如果大家联手起来 资金更多 然后研发项目不必重叠 对不对 因为重叠有时候实质上是浪费嘛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欧洲什么 出现Airbus Airbus和美国的波音竞争 打破了美国波音的什么 独占的这个局面嘛 对不对 那但是如果只是单一个国家没有这个实力 跟美国这样的应拼啊 对不对 所以1987年这个单一法案呢 一开始在这几大领域里面什么 整合欧洲所有的人力无力 所以呢 那当然对于英国来讲什么 所以注意看嘛 前几天英国不是还有一个民调出来 当时脱欧的这些人 反对的现在比例越来越高了嘛 不是反对 后悔的比例越来越高了 对不对 就是什么 你太多的东西你都失去了嘛 那这个东西不是你一开始可以算出来多少钱啊 一直每年都有的啊 对不对 所以同样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好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 1987年啊 在这么多政策上面呢 刚才讲的那些政策上面 大家 拉成一致了以后呢 在1992年 同学注意看啊 19 1992年 1991年发生了什么大事啊 欧洲 欧洲或者是全世界 撼动全世界的 那是 石油怎么啦 撼动全世界哦 不仅是欧洲哦 石油危机也 1970年代就有了嘛 蛤 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 嗯 稍微慢一点吧 当然接近啦 苏联解体呢 然后呢 附带的怎样 冷战结束 冷战结束 的确非常好啊 那更重要的是什么 当然冷战正式结束是什么 德国统一 德国统一是1991年 1991年 所以现在德国的国庆是19 10月3号嘛 对不对哦 那当然是刚才这位同学讲的很好 苏联瓦解了嘛 对不对 那德国也统一嘛 对不对哦 那同学注意看哦 苏联瓦解 当然冲击很大 那德国统一呢 同学看到没有 对于欧洲国家来讲什么 我们这一堂课一开始不是讲嘛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什么 战胜国要彻底的肢解德国嘛 对不对 国家给你分成东西德 首都也给你分成东西国林 就是要彻底的肢解你这个德意志民族的什么 实力嘛 对不对 你作为一个强大的国家的力量 我要把你连根给你拔掉啊 结果不仅没拔掉 结果他又来了 看到没有 1992年 不1991年 德国又统一了 你都挡都挡不住啊 同学千万不要以为 美国英国法国是乐见德国统一的 就像密特朗讲的啊 法国前总统密特朗讲的啊 德国还没有统一的时候我支持德国统一 德国要统一机会来的时候我是坚决反对 为什么啊 我控制不了他了 看到没有 那的确也没错啊 同学看到没有 法国现在什么 就控制不住德国啊 对不对 因为老师刚刚是不是提到过啊 德国法国引领的欧盟什么 陆陆续续的发展嘛 往单一国家方向发展嘛 对不对 老师刚刚讲两个国家一起吧 对不对 那是德国什么 他理解到大家都怕他呀 看到没有 所以什么 他把法国推在前面 让什么 大家了解到什么 你们不用怕我 我没有要当头 我跟法国一起 我四次都是法国第一 我第二 那结果现在变成什么啊 他即便想躲在法国后面什么 大家也知道他就是第一嘛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 同学看到没有 欧债危机的时候 这个 我们看到嘛 整个欧盟在处理欧债危机的 大家还是推德国嘛 对不对 还是德国在处理啊 所以当时欧洲就有很多人讲什么 那我们两次世界大战不是白打了吗 对不对 那现在又回到原点了 还是德国在引领欧洲啊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说 1991年德国统一 我们在遥远的台湾 我们可能感受不到西方人内心的什么 焦虑和挣扎嘛 对他们想尽办法 不仅要肢解德国 老师是不是还提到过 肢解德语区啊 连奥地利一起算上啊 对不对 我虽然没把你奥地利给你拆了 但是我压着你去当中立国嘛 看到没有 我肢解你这个奥匈帝国 然后什么德语区的普鲁士啊 从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我就什么 我们就联手起来要对付你们 结果怎么搞到今天又是你们 对不对 那我们两次世界大战百打的啊 对不对 所以欧债危机期间什么啊 德国就算想把法国推在前面什么啊 大家也知道你法国你就站一边去吧 对不对 什么都是德国说了算啊 所以德国一声令下 大家必须全部节省 那就是要节省 尊洁政策嘛 对不对 你希腊就是太浪费了 你们一天到晚 同意看了没有 希腊人五十几岁就可以退休了 然后每天什么 下午 也不晓得要工作多久 然后大家就去晒太阳了 对不对 我们德国人还在拼命打拼呢 结果你们希腊人去晒太阳 对不对 结果你现在还要怎样 对不对 我叫你节省 你就是要节省 你们就是太浪费了 对不对 所以变成说德国决定什么 这个救债的方向嘛 对不对 所以整个什么英国什么这些什么 都不服啊 但是你不服气什么 没有用啊 他毕竟把局面稳下来了 对不对 我可以调动 调动那么多资金来处理嘛 那当然现在也有一批人批评德国 你当时叫大家节省 对不对 危机爆发了 你不马上救 你先叫大家节省 就说你这个德国你有阳谋 什么阳谋啊 你就什么 借机让欧 欧什么 欧元贬值 因为一旦出现危机一定贬嘛 对不对 贬值 有利于德国产品的出口 看到没有 所以有一些国家 当时不敢批评啦 因为当时兵荒马乱了 整个经济 你那个金融 如果银行一家接一家的垮 那这个后果 看设想那比何物 你被飞弹射中都还没有比银行什么 因为同学注意看啊 我们每个人不是每天都会被飞弹给射中吧 对不对 但是局来讲 好了我们中央大学的邮局要如果垮了的话 同学可能现在就不坐这边上课啦 你就赶快去邮局抢你的钱吧 要抢回来多少是多少嘛 对不对 但是非但每天没有打进我们教室来啊 对不对 所以哪一个严重啊 对不对啊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呢 1991年德国统一 这震撼什么 整个西方世界 我们在遥远的台湾 感受不到嘛 对不对啊 那德国统一呢 其实什么啊 西方国家非常担心啊 那德国自己内部也有辩论 也就是说 一派主张退出欧盟 那这太吓人了 那就是什么啊 当时 哇那你是不是要发展导向什么 希特勒这个方向 你退出欧盟 你是不是想要独霸呀 对不对 你没有要跟其他欧洲国家一起合作啦 那另一派呢 就主张留在欧盟里面 和欧洲国家一起合作发展 这一个观点呢 就是承袭了 彼斯迈的观点 也就是说我们德国呢 我们要认知什么 我们的地理位置 就是在欧洲的中间 虽然我们非常不满意 我们这么优秀杰出的德意志明族 我们却被挤在什么 欧洲中间这一块小地方 怎么看怎么不合理嘛 对不对 那但是呢 你也尝试了往外发展 结果什么 是灾难性的后果嘛 对不对 所以大家是不是应该面对现实 不要想着什么 再往外发展啦 往外侵略啦 进而什么 就和邻居合作吧 大家一起发展 所以这一派 其实就是承袭了 当时彼斯迈的这个观点 就说虽然邻居 你不见得满意 但是如果你强出头的话 你又没有这个实力什么 一统欧洲的情况之下 结果就是毁灭性的嘛 对不对 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 那这两派呢 在1991年的确有在辩论 所以那时候全世界 其实是非常焦虑的 那好在是第二派 暂据上风 所以继续留在欧盟里面 那但是留在欧盟里面 所以当时 同样注意看 我们通常是不是讲 一加一等于多少 二嘛 你确定 应该是嘛 应该是嘛 对不对 这是我们平常的确我们说一加一等于二 但是当时呢 国际之间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什么 一加一大于二 这个就是什么 东德加西德 变成一个德国 它的力量是爆炸式的增长 不是等于二 是大于二 那为什么这么讲呢 除了他原来的实力 局来讲 我们戴的这个眼镜啊 这个光学很有名的是蔡司嘛 德国的蔡司镜片 那是在东德镜内 所有的什么 显为净啊 他们非常有名的是德国蔡司的 但是二战之后被划进什么东德 那现在又回来了 对不对 而且什么 同样注意看 德国人呢 他非常务实的一点 他为什么 那当然西方国家也很担心 为什么说他一加一大于二呢 就是工业革命以来 不管资本主义遭遇什么样的挫折 我们以前是的提到过 拯救资本主义 有两大路线 一大路线就是什么 逼斯迈提出来的什么 社会福利的市场经济嘛 对不对 搭配什么 不全然的议会民族 然后一定程度的权力集中在中央政府 这种政治体制 那另一种就是什么 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 推翻什么 皇室建构的计划经济 搭配一党独大的 这个国家发展模式嘛 对不对 那这两个模式呢 二战之后 一个在德国西德 一个在东德 对不对 那这两大模式 是在1991年代又统一在一起了 所以这两大模式里面 的优点 怎么结合 缺点 怎么样剔除 德国人是不是可以掌握得比较清楚 对不对 所以绝对是一加一大于二 所以同学注意看 现阶段为什么我们说议会民族体制在全世界 全世界的年轻人走上街头里面有一个因素就是什么 议会民族体制这样协商沟通这种长期的无效率 然后资源垄断在资本家手里 大家无解 一直在拖 对不对 那这个问题呢 所以老师刚才有提到 你知道吗 梅克尔 他就知道该怎么解决 梅克尔出自东德 他照样办选举 看到没有 但是选后 他不再是一个大党搭一个小党 他就是第一大党搭配第二大党 其实这等同计划经济的概念 因为我要推动一项政策 我没有高度的什么 国家意志的集中 推动不了啊 看到没有 他就想出来 他就知道该怎么调配啊 所以看到没有 这个德国历经国际金融风暴欧债危机 他屹立不倒啊 不仅屹立不倒 他还是跳出来引领整个欧洲啊 所以他在欧洲的影响力不倒 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也不倒啊 甚至美国的影响力都往下走啦 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当时国际之间 形容德国的情况 德国国力爆炸式的增长 会用一加一大于二 因为不知道会爆炸增长到哪一个境界啊 所以只能说大于二嘛 不敢说一加一等于四 或等于五 不敢这么说 只敢说大于五 大于二 所以他的成长是什么 往前冲啊 看到没有 所以同样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所以1991年 欧洲因为德国统一 那当然苏联瓦解 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高兴嘛 对不对 你这个超级打敌人 终于瓦解了 对不对 那所以欧盟内部啊 我们下个礼拜再提 1992年 他也配合这个情况做调整啊 好有没有什么不清楚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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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